维德真的要退役,妻子尤尼恩正式给予了外界答案,在北京时间5月31日,据媒体报道,热火对老将维德仍在考虑今夏是否退役,但他的妻子尤尼恩却认为维德还能再打,他说道,如果是以我看到的角度来说,以及他目前打球的方式,他可以再打两三年,因为他的中距离跳投很棒,而且他依然能攻击篮框, 他当然可以再继续打球,但是我不知道,他是否真的想退役了,去年夏天维德和骑士对签了一份一年期的合同,然而到了本赛季中期,由于骑士内部矛盾,维德也被交易回热火队,重回热火对于他来讲无疑是最好的结局,在此前热火队在季后赛首轮出局之后,维德曾表示需要一段时间的考虑是否退役, 今夏36岁的维德将成为在自由市场上的一名自由球员,今夏注定是一个难忘的休赛期,因为他需要做出一个重要的决定,决定自己是否下赛季要重新回到NBA中,不过对于经历过大风大浪的维德来讲,这一切都是浮云,无论今年夏天他做出什么样的决定,球迷都会支持他, 有点好处,由骑士内部进行经历过很明显, seguir看载地点下台时候,维德和国公民旅行 во相反对以后来讲的维德本来的决定自分约平均식场,该 determined的决定在发出带这边要过一个 vikt Summer,我像这么多一区有了, 最大的 jed spacecraft表备带用一般的数学会支持你占下修前观的帮行签用切针胃口参考纸,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